怀孕多久能够用验孕棒来检测出来呢 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推测 一个就是说这个女性 就是她的月经周期特别准 一般都是28到30天来一次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末次月经来推算 就是末次月经的第一天 我们把它作为第一天 然后通常是在第28到30天的时候 就是刚好下次月经要来的这个时间 我们通过测尘尿 可以使一多半的女性能够达到阳性 如果你这个时候达不到阳性的话 你可以再等个两三天再查一次 然后再等两三天再查一次 如果查三次的话 基本上验孕棒就会出现阳性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陈尿呢 因为陈尿它的浓度 就是HCG的浓度是增加的 所以陈尿的阳性率相对的要高一些 那么我们通过厌孕棒呢 检测的是HCG这样一个分子 那么这个分子是由胚胎的滋养细胞来分泌的 可以说有胚胎的滋养细胞就有HCG的出现 没有受孕 没有滋养细胞就没有HCG 所以呢我们来通过尿来测出这个HCG的存在 所以说最早的时间呢 就是该来月经不来月经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可以测到 那么如果测不到的话 再等个两三天可以再测 那么就可以通过尿的认识试验来发现了 这个是怀孕后多久 用验孕棒来测定 这是一个计算的方法 第二个计算的方法呢 就是对这些就是排卵啊 它相对恒定的 就是月经周期规律的女性 比如月经周期28到30天 她的排卵往往是在第14天排卵 那么这个时候 从这个时候同房算起 两周的时候通过尿的验孕棒 可以测出来怀孕 那也是要用尘尿呢 得出养生的机会大一些